真的好热闹 因为是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服务处乔千玺 一大早就陆续有人来祝贺 两边不论是办公室区 以及一旁的会议室都坐满人 之前的服务处是在新昌路靠近矽子火车站 现在搬到了社后地区的民族二阶 84项锦铃明峰阶湖前街一带 景豪跟省发会立委的服务处 现在在8月1号正式搬迁 乔千到我们民族二阶的84项56号 那也欢迎各位我们好朋友们 共襄盛局能够来到这边泡茶 然后如果有一些法律服务 我们就在礼拜三的下午两点半 那还有礼拜四的晚上七点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边 跟景豪泡个茶 或是有一些需要法律咨询的好朋友们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立法委员 审发会服务处办行家重新开张 细子区公所 新北市政府各单位以及支持者都来祝贺 接着还有十几位的里长也来坐坐 喝茶聊天 今天非常开心 那我们与公所的一些同仁和主管 一起到我们张景豪议员服务处 在社会区这边的一个新的服务处所 我们一起来拜会 那我们也期盼就是我们跟议员 以及我们所有的一些服务团队 能够有更深厚的一个连结 让我们细子各样建设能够做得更好 那在此也恭祝我们一座 在这边的一个服务场域 去落实能够为民服务 那我们现在是8月1号开始 就是就正式桥迁到 在社后这个区块 那未来希望说大家不管是任何的 层寝服务案或是需要地方会刊 或是有需要救助的 我们都随时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那未来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不管是办公室 或是旁边一个会议室 景豪还有我们孙主任团队 人员没变团队没变 那服务的热情也没变 欢迎大家一起来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感谢乡亲长期来的爱护与支持 从8月起服务处搬到了民族2街84项56号 服务热情没有变 电话也没变 26481647 剪辰慧林 西纸 财宝宝道